从一屋小巷里 一声鸡毛换糖的吆喝开始 奔跑吧 全新开跑 鸡毛换发了生命力 一个小女孩看完第一期《奔跑吧》 在作文里写到 有一个词我很感兴趣 鸡毛换糖 讲的是一种白手起家 鸡少成多的精神 奔跑吧 跑到延安 在黄河之中 重新演绎传世经典 黄河大合唱 澎湃的激情 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 特别以我们的祖国为家 年轻的网友们惊呼 燃爆了 奔跑吧 跑进一带一路 朋友圈捷克 兄弟们上演十对十 终结友谊大战 让人热血沸腾 走出国门的奔跑吧 成了文化交流的新名片 还记得那些 从你身边消失的事物吗 童年的小霸王 青春的裁脚裤 还有那些让我们 勇往直前的初心 三年了 我们与时代一起奔跑 去探寻奔跑的意义 我们不放弃 要代表所有男生保护你 今天你们这样玩我 我都记在小伯伯上了 记在我的感恩小伯伯上了 奔跑吧 Family 为了帮助更多的阳光少年 快乐奔跑 三年里 我们一直为公益事业 近微博之力 39所学校 捐赠超过15000双新跑鞋 捐建了39个快乐体育乐园 27个阳光书屋 为孩子们修建了 7条崭新的阳光跑道 2017年 奔跑吧 升旗奔跑能量包计划 向在一线的奔跑职业者 捐赠了超过1万个能量包 为他们暖心助力 三年来 我们收获满满 亿万观众的陪伴与支持 让我们永远充满 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奔跑路上 有你真好 我们下一季见